其中報告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要做持平統計的話 類似這樣 第一個你要先把那個道德經 也許先把它整理出來 那整理的話 也許你可以從網路上去撈啦 那我是從網路上找到一個 當然你可以Google查道德經全文 那所以呢我利用那個道德經全文的部分 我從網路上其實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這邊有個連結就這一個 其實我是Google搜尋那個道德經全文吧 然後他就會得到一個 我覺得比較合我用的 因為當然網路上其實會出現蠻多道德經的 那哪一個比較適合 可能我的需求大概是這樣 因為是一個表格 所以最好是說這個資料 他可能最好是有章節 然後有內文 OK那如果假設有章節有內文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分成 這個兩個欄位嘛 一個欄位是章節 然後一個欄位是內文 那如果章節 其實這個章節的部分 如果資料 這個 太多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把它拆成 第一章的 第1句 第2句第3句 或者有章有節 等等的 像這樣的一個架構 這個部分我覺得你可以 找出一個 比較合適的一個 結構啦 這個結構部分的話 就是你要去推敲 最後我是假設 我希望做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 那特別注意喔 它本身最重要的就是 它一定是表格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從網路上撈的資料 它一定不是表格 它如果是表格更好 如果本來就表格 人家幫你做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做後續的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比較 不太容易啦 如果你剛好看到是表格那最好 那可是呢 如何把什麼 把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有沒有這個 這個資料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這樣的一個資料 它其實是 先一個章 有沒有第幾章 然後後面的話加上它 這一章的內容 然後第2章 內容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結構 變成Excel裡面的 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OK 這個就會需要思考一下 那我上禮拜有特別講到 我是利用 當然你說 老是用貼 那你用貼的話貼到什麼時候 有沒有 第一章C 然後第2章內容貼 貼貼貼貼 那你總共81張 那你不是81乘2 那貼162次 我想你應該 不會想這樣做啦 所以我上禮拜有特別 講到 其實我是利用 一個軟體就是WORD 其實WORD裡面有一個 可以把文字轉換成表格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其實非常好 好用 以後的話我是建議 你們在做報告的時候 其實可以善用這個功能 然後可以找一些 就是跟 這個 網路上結構 最好是結構性越 越強 你在轉換越能力成功 那當然你要分析一下 那可是WORD要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文字轉換成表格 第一個 我是把這個部分 先把它選起來 也就裡面 直接放 這個部分 當然我不知道說 到底它 複製之後呢 貼到WORD裡面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 理論上 我假設 我要貼到WORD的時候 我是建議 你開一個空白的文件之後 貼的時候 建議 可以用那個 貼上 那這邊有一個 要選擇性貼上 選擇性貼上的話呢 因為你如果直接貼 你會發現直接貼 它會變成像這樣 你說 怎麼全部都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因為它的字 是白色的 所以你貼上來之後呢 它也會把那個字的格式 包含它的字的 字體啦 字的大小啦 然後對齊方式等等的格式 通通都帶過來 帶過來會有個問題啊 帶過來如果它 字是白的 那我底是白的 全部看不到 所以我是建議 你貼上的時候 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只有直 選擇性 這個貼上 只有為格式化文字 可以選這一個 那如果你貼上的時候 是為格式化文字的話 它就會只留下文字的部分 就沒有帶任何的格式喔 OK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不然的話你要貼上之後 那你要重新再調整 也真的浪費時間 所以你貼的時候 就是 再貼一次 貼上 有沒有 那其實選擇性貼上 其實也可以選這個啦 有沒有 這個 這個文字 那為什麼它 我把它 因為它可能 貼過之後 它會記得它之前的格式 你如果再貼它會延續前面的 為格式化文字 貼上 有沒有 這樣的話 至少 看到的話呢 它就只會留下文字的東西 那第一步的話 記得喔 善用選擇性貼上 這邊記得喔 選擇性貼上 為格式化文字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第二個的話你要思考說 如果我要把它轉換成一個表格喔 有沒有這個 這個表格對不對 那問題來了 它不是表格 我要怎麼把它變表格 那其實裡面 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我是利用插入裡面有一個表格 有一個叫文字轉表格的功能 那它其實有說明 它說 它可以 將 單一文字 籃分割為 一籃 分割成多個籃 其實一籃也可以 然後 它大概這樣 但是其實重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告訴它說 如果你要轉換成表格的話 那你 那個 分割的地方 是什麼符號 那當然 你會發現我先把它Ctrl-A好了 Ctrl-A Ctrl-A是全選 或者你找一下 全選應該在這邊 常用裡面有個選取 全選這個啦 不過我是建議你 全選這個還蠻常用的 你就記一下那個 Ctrl-A 那意思就是把這個 文件全部選起來 那你會發現它有沒有一定規則 插入 裡面有一個叫文字轉表格 那其實 所以你就要根據它裡面 當然我要兩個欄位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 要這樣 轉成這樣 那可是我要怎麼樣剛好轉成兩個 兩個 藍 那你要記得 如果你要轉兩藍的話 你這邊可以選兩藍 但是它會問你 其實 大概兩個地方是重點 第一個 你要轉幾藍 這個藍數 OK 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的分隔符號要在哪裡 什麼叫分隔符號 那所謂的分隔符號 其實指的就是說呢 你這個第一章 後面這邊可能要帶一個符號 才會是下一個內文 OK 然後尾巴這邊的話要換到下一列的話 這邊也要 有一個換行符號 所以 一般 大概最常見的 就是 這個第一章後面是豆點 豆點這邊有用到 要不然就是其他符號 可能是一個 小老鼠也可以啦 反正就一個特殊符號就對了 或者這邊是一個換行也可以啦 所以它提供給我們幾個特別的符號 你會發現 分隔符號在哪裡呢 可以是段落 可以是豆點 因為豆點這邊有用到 不過你用的豆點 其實 這邊的豆點 它是全形 這個應該是全形的 所以這個豆號的話是半形 應該沒有影響 不過前提是你中間要變成豆點 或者定位點 定位點是 就是那個鍵盤上的 TAB 或者是其他 其他的話你可以自己再找一個符號 反正只要能夠分隔就可以 但問題來了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用段落的話 兩列 看一下 如果兩欄按確定會怎麼樣 因為它這邊會有一個 如果一個換行的話就切割一欄 按確定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變這樣 這邊先切一個 然後這邊又一個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有那個架構出來了 但問題因為我們是 這邊有兩個換行 所以它變成切成兩欄 這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順利成功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用原來 但是它因為它這邊是一個換行 兩個換行 這個要段落符號 那我上個禮拜就是把 兩個變成一個 有沒有 就是不要變兩個換行 兩個換行變一個 兩個換行變一個 那怎麼變成一個 那你不要說傻傻的按delete的鍵 有沒有一個 那你優標再兩個 那你可能需要做幾次呢 因為剛好它裡面有 81張 81個內文 所以你要做162次 那如果你聰明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子 你可以用取代的 還記得 我們一樣 把它Ctrl A 然後取代就是把 兩個換行變一個換行 還記得吧 取代 取代這邊有了 取代在這裡 然後全部取代 那一個怎麼變兩個 第一個的話 你要給它一個換行 符號 那這個換行符號 怎麼樣表示 上禮拜有講到 有沒有 這邊 一個變兩個 所以你要上面兩個 下面一個 那如果你找不到段落標記 你可以更多 取代完之後更多 然後上面點一下 那這個可能要特殊 段落標記這邊有了 其實當然如果你假設說 老師我要自己打個位 其實也可以啦 你就打一個向上符號加一個P 這個就是段落符號 那因為我要兩個 所以你就 特殊裡面 點兩個 是 兩個 段落標記變成一個段落標記 好 這樣的話 你按全部取代 就可以不用像剛剛一樣 傻傻的 162次 如果你的 這個 道德經 字數還算少的 才5000個字而已 可是如果你紅蘿夢的話 是100萬字 100萬字的話 等於是 這個的 200倍 哇 那200倍 如果假設你要慢慢做的話 你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要 善用一些工具 你說老師我不會也沒關係 要慢慢來 對啊 你時間多的話 你可以慢慢來 但問題你如果很忙啊 你希望快點做完的話 當然就需要善用工具 OK 取代喔 這個取代其實還蠻好用的 按全部取代 那你會發現 他已經取代 161 這個161 那可能是最後那一個 他沒有兩個換行 他一個換行 OK 按4 那他再找其他的 161個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理論上應該這個架構就OK了 那再利用什麼呢 利用插入 記得一定要全選 Ctrl A 然後 插入 這個表格裡面 文字轉換成表格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把 改成兩欄 然後 再段落符號中間當分格 所以這個是第1章 然後 後面這個就第2欄 這個就一樣 第1欄 這個第2欄 1 2 1 2 剛剛好 按確定 你會發現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中間這條線拉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往下看 他就會剛剛好 一個 章節名稱 一個 段落內容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 表格複製之後 再貼到那個 resale裡面 假設我開一個空白 把它貼上 那貼上一樣會有同樣的問題 貼上之後 它會有這個格式順便帶 所以底下有個叫智慧標籤 你一樣可以把它改成 符合目前格式好了 OK 就變這樣 那你可以再去把它稍微調一下 寬度大概調 這樣OK吧 然後 其他的話 如果你希望把它做個調整 讓他變得更 清楚的話 你會發現 他一個格子 跑到最右邊去了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要怎麼樣讓他可以換行 不然他會跑到那個 隔壁人家藍這邊 很簡單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裡面 它有一個就是對齊方式 叫做自動換行 這個的話呢 就可以讓你把資料 可以換到下一行 OK 我們看一下按確定 那當然呢 我現在只有選一個 所以他只做一個 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很簡單 把這個整個選起來 游標放在哪裡 放在 B1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選到底 然後一樣 按右鍵 剛剛講 出那個格式 把這邊呢 自動換行的打勾 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就會乖乖的 幫你把每一個 章節的內容 如果他換到下一行的話 他就自動折行了 最後的話當然 我是建議 一定要在 第一列上面把它插入一個 一列 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因為 將來表格 記得呢 他的結構 請你務必 遵守這個相關規定 上面一定要是欄位名稱 下面就是他的資料 比如說底下都放章節 所以我們這邊給一個欄位名稱 也許這個名稱叫做章節 然後 第二個是內文 內文 好那這樣的話就 完成了 那最後的話當然我的習慣是把欄位名稱 把它強調一下 上面是欄位名稱 下面的話就是他的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利用這個地方就可以來 做一個 持平的分析 應該還記得吧 不過這個像底下這個寬 這個也是一樣 寬度不足 你可以在這條線上面點兩下 他就自動調一下 OK 這樣看起來應該 就有一點點 怎麼講 基本的架構了 那之後的話 你要去找什麼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 我這個是之前做的 這個好像字比較小 你可以當你如果你覺得字 太大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控制度向下 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變成十號字 這樣看起來 就會非常清楚 哪一張哪一節 所以其實道德經 真的蠻少的 就這些字 可是說真的 你每次念好像感覺都不一樣 而且你到底裡面是什麼意思 可能還是要花遠心思 而且說真的到底他的重點在哪裡 其實你就要找他的關鍵字 關鍵字 然後做一個統計分析 然後假設 我的想法是 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他這個道德經裡面 哪一些字詞出現的機率最高 因為他的關鍵字 也就是他強調的 為什麼要找 頻率高的 因為頻率高的 表示他重視 不然他幹嘛一直講 那基本上 哪一些字詞出現的機率最高 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 有沒有 那裡面看起來 當然 我看到 道德這個 因為他就道德 道德經 所以道跟德絕對是 最多的 那還有什麼 名這個應該也 有無 然後天地應該也蠻多的 有沒有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 一些比較重要的詞 天下好像蠻多的 天地天下 有沒有 然後 等等的 你可以把這些比較重要的 把它摘出來 所以我摘出來 我上禮拜是把這個 找了大概11個關鍵字 但有一些沒有怎麼辦 沒有沒關係 你自己再加一下 比如剛剛有提到 天地 你可以再加一個天地 或者還要哪一些 OK 先請各位稍微複習一下 那我剛剛講的內容 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找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話 就會看到一個老子 打錯了 老子道德經 那老子道德經 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放的 資料 OK 那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打開的話 連結在這邊 你們可以再試著做做看 稍微複習一下 你說老師這個方法不會 其實就是花時間而已 我是覺得有些東西 尤其是 現在清典這麼多 中國的古典 文學的 相關清典非常的龐大 那如果你假設不會用對的方法 也不會善用電腦 說真的 太多東西很 很容易就可以 做一些 不同面向的整理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很多 這個 很多的說法 其實你會發現 就英勳 以前前人的 好像國文課本裡面 或者是說 有一些前人說的 你都不敢 去有沒有一些創新 然後 可能每個人講來講去 就是一直 英勳下來 但是你 當然你現在有新的工具 自然你應該可以利用新的工具 可以產生新的 應該新的結論 新的看法 OK有沒有 所以你其實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比如說從量的角度去看 經典裡面 所 想要 傳達的最重要的一些內容 那些精神 OK 所以你要怎麼樣 找到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就 必要 可以用詞頻來做分析 那怎麼樣用詞來做分析 那第一個你當然要先取得 全文 變成表格 所以剛剛比較重要是 把它轉成表格這件事情 那當然 我覺得最好用的啦 當然就剛剛跟各位講那個 Google裡面的這個 文字轉表格功能 這個真的還蠻好用的 你只要變表格貼到Excel就OK了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直接用Excel 因為Excel沒有 Excel直接你放進去就一定要是表格 如果不是表格就放不進去 你要再 另外處理 就很麻煩 OK 所以Google有點像一個 過度的一個 一個編輯器 OK 試試看 呢 對 糟了 OK 爲賣 前來 他